甚至于有直接来自于现实生活当中故事的生死院 也还有在现代系的创作当中 如何追求他的现代文化品格的艺术探索 比如说像轻衣美丽人生等等 甚至于还有着眼于对流派艺术的发展式的继承 像江姐 总之各种不同的现代系的实践和创作 探索都取得了不同的成就 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在现代系创作中所占比重很大 比如此次京剧节上 北京京剧院演出的是余职歌剧的作品 党的女儿 上海京剧院带来了新进创作的红颜题材作品 《玉火黎明》 国家京剧院的西安事变 更是取材于世人皆知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 谈到这个京剧创作现代系应该说有很多 但是真正在经济舞台上出现诸多的领袖人物 特别是大家熟悉的这些领袖人物 这还是第一次 这出戏无论是周恩来 张学良 宋美玲 蒋介石 杨虎成 都是大家非常熟知的领袖 可以说大家一闭眼就知道这些人物的形象是什么样 在京剧舞台上如何塑造这些鲜活的领袖人物 我们塑造是神行尽伺 于是我们看到了舞台上熟悉的京剧名家 化身成了我们从书本上所熟知的领袖人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虎成员 是我们在一起的交易 议作人家 这个是由我们所谓的巨人物 是我们所谓的巨人物 华虎成员 是他的弦天物 是我们所谓的巨人物 华虎成员 是我们所谓的巨人物 只是我的牙人物 江湖 中山中 路漫年 青春 不柔情 家鄉葡萄 Zither Harp 当我一行枪一个动作的时候 他可能游离于生活的人物 这就是我们塑造的神形近似 我们用唱 念 作 打 强化我们戏曲的丰富的表演特点 区别于勇士和话剧 充分地彰显我们京剧个性 这就是我们戏曲的西安事变 不仅国家级大院团敢于挑战这样的题材 北京市金昆文化艺术团有限公司 也将我党早期领袖李大钊的人物试迹 翻上了京剧舞台 新边京剧就很难演 新边现代京剧那就更难演 特别是这个大钊先生 而且是表现的是我党的新领导的 宣区李大钊先生 大家一个固有的形象就在那里 就是然后特别难演 北京京剧院为该戏提供了强大的演员阵容 与主创团队 在大伙的通力合作下 张建峰也逐渐找到了人物的感觉 这个戏啊 这词看了的话 可能会知道全是理想信仰主义 这词特别绕嘴 对京剧来说很难唱 还有我们舞台表现 他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身段 我们也一直在找 什么这样一下 这样一下 说建峰感觉不像大钊先生 后来我就突然间我就揣着笑 我说文人号这个 哎 这个很大 他们 哎 建峰别动 这个太像了 然后现在这个剧照也是这个 正好是他收成的时候 这个文人的那种傲果也好 他的就一下尽招然 全部表现出来了 就在京剧大钊先生 亮相第八届中国新剧节的当天 从广州传来了张建峰 荣获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消息 在南京演出的他 遗憾地错过了在广州的颁奖典礼 梅花奖组委会专门委托文化部艺术司 戏剧处处长林林 在南京宣读了张建峰获奖的喜讯 提借出艺术家得一双新的优秀品格 让我们用鲜花和掌声感谢张建峰 也希望张建峰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 更上一层楼 我会继继续努力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把梅花奖当作一个新的起点 谢谢大家 地方院团往往会选择当地题材 进行剧目创作 烟台市京剧院是此次京剧节 唯一入选的地级市剧团 他们演出的剧目是烟台解放 烟台解放这个戏呢 是根据真实的历史故事 重新创作的一个剧目 在烟台解放的前夜 为了烟台的解放 有89位烈士牺牲在烟台山下 通过这个戏呢 我们组织 专门到我们这个烟台山 革命纪念馆 我们去参观 去学习 来观看一些这个影片 实地的展览 让他们加深这种感觉 艺术创作的感觉 要让他们在台上表演那种 大无畏的革命主义精神 他们应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 从小都是学的那种 一一啊啊的那种传统戏的表演 但是通过这个戏我觉得 不但是他们对那段历史 有了很深刻的印象 而且对他们的内心的成长 我觉得内心的这种 堡垒的这种建筑 是有帮助的 年轻人知道了 什么对于人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 也是创牌这个戏 对于年轻人的一种收获 以上就是最重要的 来的圣東 nectar 边的阴这个 我们去下午的 中央 鱼 在 待划 保家若 笑笑死你了 當先 少五步 舉到槍立主 善著 表情之 和美麗的名字 第一次参加中国京剧艺术期 所以我们就是要充分利用好这次机会 这样一个平台锻炼我们的队伍 把我们的艺术 把我们的阵容 向全国的关注做一个回报 此外 新编现代戏中 也有不少反映当下百姓生活的作品 本届京剧节闭幕大戏《向农》 改编自荣获文华大奖的话剧《风树林》 讲述的是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向农 在生命的最后90天 不仅弥补了过去的亲情友情 更是生命不息 奉献不止 为村民的富裕 为家乡的发展 尽自己最后一份心力 那么我们把它移植成京剧 我想离不开传统城市 因为兴趣最有价值的 大家知道就是它的传统城市 从生活当中提炼 又高于生活 那今天我们继承 不管你演传统戏 演新编戏 来创造自己的当代的现代性 都离不开城市 都离不开城市 如果没有这些个 那你就不叫京剧了 当然还可以去吸收 学习其他的各门类的艺术 来丰富我们自己 但是主要可能还是不能忘本丢根 武汉市京剧院演出的美丽人生 是戏曲现代戏作品中 少有的关注当代城市生活的作品 所有的都是虚拟性的处理 我觉得这个导演 起码在创作的现代戏 表现方式上做出了贡献 提供了一个更新的思路 我觉得这是很有价值 客观地说 京剧现代戏的创作 到现在为止 仍然是我们一个必须认真对待 并且继续努力攀登的一个攻坚的难题 尤其是在他们如何真正的贴近民众的意趣 选才更多的考虑 对京剧艺术的那种适应性 以及在具体的创作当中 如何把握住京剧的本体艺术精神 和形式规律等等方面 都还有值得我们进一步提升的巨大空间 本届京剧艺术节秉承着京剧艺术的盛会 人民群众的节日的宗旨 坚持现代戏 新编历史剧 整理改编传统戏三编剧 因而 虽然现代戏所占比重很高 但新编历史剧也展现了蓬勃的创作势头 有些人吻到 Jean 同学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